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赵小伟 前两天买了点松露不知道怎么做 最后想来想去 干脆咱们就炖个鸡吧 说走咱就走 现在呢我们去菜市场买只鸡 OK鸡也买回来了 现在就准备回家做了 先把买好的鸡肉洗干净 倒入锅中焯水 捞出来放进高压锅 我这是为了节约时间 不然的话要炖两个小时 时间就太长了 倒点水进去继续炖 鸡呢已经炖上了 我们先来看看松露长什么样子 我也是头一次买它 这也是我继鱼子酱以来 第二次吃这种顶级食材 世界三大顶级食材 吃完今天这个还剩最后一个了 改天我们再来尝一尝 废话不多说 先把这个松露给大家看一看 隔着这个泡沫香味 已经闻到香味了 我买的松露呢就比较小了 就这么小一点 像那种体积大的就比较贵了 像我们这种人就吃不起啊 这些呢一共是250克 花了我228块钱 别看这个体积小价格也是不便宜啊 一斤就是456 我去 不过还是没有鱼子酱贵啊 我们先来拆开一个锡纸 看看里面的松露到底长什么样子 好像没有封面上的那么黑啊 这个松露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就是这样子吧 再来拆几个 长得挺像土壳大的 现在我们把这些松露给它洗吧洗吧 丢进去炖了 洗完之后这个颜色好看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还这洗干净的黑松露好看一些啊 真的是黑黑的 外面的泥巴裹的真不少啊 泥巴都裹了这么多克 你说这坑不坑 随便切一下 我们就扔进锅里面煮了 里面的纹路蛮好看的 还是蛮好切的 就是切的有点不好看啊 哇切开之后味就非常香了 果然是顶级食材啊 这边已经煮的差不多了 倒进小锅加入松露再煮一会儿 看这个汤 贼放 老母鸡就是不一样的 现在加入松露再炖一会儿 就差不多了 盖上盖子 突然想起一件事 好像没放盐啊 放一点真卷 好了关火 一道香喷喷的黑松露炖老母鸡就做好了 看起来怎么样 哇 第一次做鸡居然这么成功啊 赶紧来尝一下吧 这个味道简直太香了 不愧是黑松露啊 先来喝点汤吧 看看咸淡如何 其实做这种吧 不需要放太多盐啊 清淡一点比较好 看这个鸡汤就知道熬制的非常成功啊 我真的是心中方毕业的 果然很清淡啊 说实话我是不太喜欢吃这么清淡的东西的 但是这个东西吧 要求就是这样 其实还是蛮好喝的吧 有这只老母鸡的肉香 再加上黑松露 那身上迷人的香味 这碗鸡汤太棒了 比饭店卖的好喝太多了 嗯不行 来块肉 这边搞一块 先来尝一尝啊 这个鸡肉也相当不错 50块钱一只鸡能不好吃吗 这么贵 我跟你说 这一锅如果在外面卖的话 不卖你200 那都是 那都是良心啊 今天这一锅呢 本大厨亲自出马 只售98元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叔叔来抢购啊 不知道这个松露能不能吃啊 还挺脆 跟吃那个马蹄有那么一点点像 我觉得高压锅还是没炖出味来 如果有时间的朋友 就用砂锅炖两个小时 那样是最好的 再来点汤 我感觉这个汤比肉好吃啊 虽然比较淡 但是我吃起来呢 也没感觉 不太饱了 自己多了东西就是好吃啊 感觉喝汤都喝饱了 不行 还是多来几块肉吧 光喝汤肚子里面没干货也不太好啊 怎么熬过漫漫长夜 不来个夜宵垫垫肚子吗 想我每天晚上都要经历这样的磨难 减肥是多么艰巨的任务 任中而道远啊 同志们 先来一口鸡肉补一补 再来喝最后一口鸡蛋 今天的道菜做得非常成功啊 还原了食材本身的味道 可谓是好吃啊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儿了 小伙视频可以点赞收藏 来一波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拜拜